我是陳小雅 我可以拿一個文漫畫嗎? 謝謝 我只是高興今天來到同雅書店 我有跟大家分享這一本公眾的《黑之財》 它算是第一本的社區再造的漫畫 就是用歷史畫、用漫畫的方式呈現 然後就是很想借大家今天願意來聽我們分享這樣子的一段故事 然後願意來就是聽我講的這個過程中的一些困難還有收穫 謝謝 就是我當初是在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一本書呢? 就是當初是在大學一年級下學期的時候 我目前是就讀於林科技大學數位美皮設計系的四年級 那當初是在一年級下學期的時候是上帝時刻 其實在大學之前的時候 我本來就是 我就是很喜歡跟人家講說 我就是真正道地庫瑞人 就是 大廚那高校 大廚國小 苦苦國中 胡偉高中 然後雨林科技大學 一直沒有辦法出去 所以就很開心的就是 繼續念雨林這邊 那我那時候在胡偉高中 其實每一天上學啊 放學的時候 我們都坐下車 會經過外環的時候 剛好都會看到那個 建國二村後面的這一個水塔 那也有人說它是高炮台 那時候經過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欸這個地方 像風底這樣子照下來的話 夕陽啊 西下 然後照著它就是紅紅的很像 很像整個塔在燃燒的那種感覺 會覺得說 欸這個裡面一定會有很棒的故事 不然的話不會平白無故填的中間 就一個防空洞啊 一個水塔在那邊 可是很奇怪的是 我問當地的居民啊 甚至是問家人 然後還有問我的阿嬤 他們都不知道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故事 都只是會覺得說 欸是不是就是知道說這裡叫做眷村 可是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也沒有人知道 那我在高中的時候 這個地方已經荒廢很久了 那進去的話 都會被狗追啊 然後或者是 就小心遇到很多的流浪汗 就會很害怕 就會很不敢進去 一直到一年級 大學一年級 下學期的時候呢 我就記得說 那時候我們歷史課 老師就是像這樣子放 放PBT 然後給我們看 那老師就說好 那這堂課我們就不考試 那老師一講說不考試的話 同學就會說 那這樣上課就比較自由啊 但是我 就會一直覺得說 歷史課是很有趣 所以我就是寫筆記 然後包括一些 美索不達米亞的平原 然後還有一些埃及的古層 畫進去之後 就去問老師說 欸老師我們想要問一下 歷史當中有什麼樣的問題 老師就說 欸我剛剛PBT辦那麼快 你怎麼畫得進去 然後我就說我有興趣啊 所以老師就說 欸這樣以後 有機會的話 讓你接Case好不好 我說好啊 所以就出了這本書 所以 以後如果很多同學 問我說 要怎麼樣才能夠 讓自己的漫畫 然後 有一點貢獻 有出出的機會 那我應該會跟他們說 上課要好好 認真上課 那也不曉得要 不然的話 也不曉得怎麼跟他們講 這本書 剛開始是 高小姐 就是高丹華阿姨 來找我講說 想要做這本書的時候 剛開始呢 我只知道說 這個 我們虎偉眷村的歷史呢 是非常特別的 它在整個的一個歷史上的話 就是 它 我們現在看的是 比如說這樣子 一條時間軸上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看的是 要申請國防庫 然後希望可以把它保存下來的一個 外人看起來很像是廢墟的地方 但是他們不了解那裡面的故事 那我們再更往前推到這一段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是眷村 然後都是一直有人在住 是很熱鬧的一個 很溫馨的 很多的大家庭聯合在一起 很多的社區聯合在一起的地方 那在更之前的地方呢 它是日本的一個軍事基地 那很多的飛機阿 很多軍人阿 都會在這個地方就是做軍事的演練 然後呢 還有很多的日本人的眷屬都會住在這裡 是一個非常森嚴 外人沒有辦法打進去的世界 那在日本政府這一段 在更之前呢 它本來叫做後壁寮 它並不叫做建國一村二村三村四村 它那個地方呢 是後壁寮有68戶的大家庭住在那個地方 那這本風中的黑紫菜 就是在敘述這68戶的家庭 是怎麼樣消失在這塊土地上 變成搬到心急裡 讓日本政府進來的故事 所以這一整個眷村的這個歷史脈絡 就是因為時空的交錯的話 它的歷史的深度 它的厚度 它的寬度都變得非常的豐富 然後所以也會常常會遇到 比如說後壁寮的人會覺得說 啊眷村這塊土地我們很懷念阿 雖然我們不是眷村人 然後還有眷村人會說 欸日本那個時代蠻懷念阿 因為我們會看到日本的那個幽靈 對會有一些鬼故事來 就是這樣交錯交錯在一起的話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個地方 所以盡量的話 如果能夠保存一些下來的話 就太好了 不然的話就有點可惜了 那這本書就是 剛開始要做的時候 並沒有想要把它當成是一個 一百頁的漫畫 來做執行創作 剛開始我只是很純粹的想要 用接Case的方式 畫十二張彩稿 然後一張兩千塊阿 很清楚的時候 就可以當我生活費對不對 可是後來幫我投入了這一邊之後 我就覺得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高阿姨那時候跟我談說 政府也沒有經費 那眷村人也沒有經費 公務人員平常很認真的工作 也就是拿那些錢更沒有經費 那問說有沒有辦法壓低一點價錢 那在我評估了一些時間 那實際投入之後 我就發現說 這真的是一段非常非常偉大的歷史 所以呢 我最後才去跟高丹華阿姨說 我願意把這樣子一頁的 一頁總共一百多頁的稿費呢 就是願意捐出來 然後當成是 一個在我大學畢業之前 為家鄉做的一件老師 因為我曾經在國中高中的時候 我常常在想說 很多漫畫家 就是從早期的 游樹蘭阿 然後一直到最近 很有名的 宏傑阿 就是創作的是一些 比較奇幻的 然後比較都市的 甚至是比較 最近比較走日系的 漫畫的方式 所以我在想 有很多的可能性 如果說是把 家鄉的故事 然後台灣的元素 加入一些奇幻的元素 一些虛構的元素 有辦法去呈現出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不可多得的一個價值 所以我就願意說 希望能夠用自己小小的能力 幫自己的家鄉做這樣的故事 好那 我跟高阿姨答應了之後呢 就是說 那這樣就要進入田野調查 又發現事情 真的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因為我發現 班上沒有任何一位同學 有辦法幫我 連掃描 如果說這張一張的原稿的話 本來是第一次 是很大張的 掃描 那你又要放下去 放下去 然後Enter 嗯嗯嗯嗯嗯嗯 然後再打開放下去 嗯嗯嗯嗯嗯嗯嗯 按一百頁做一公司 對不對 所以同學幫忙的話 也是要想辦法 籌公留費出來給他 那自己想辦法畫的話呢 會發現說 非常的困難 包括田野調查啊 老人家的訪問 寫聲錄影 錄音 逐字稿 然後呢 逆向的去採訪 都會非常的困難 比如說 我們可以看到 書裡面的話 在第四十二頁的地方 有一個跨頁 一個 一個轟炸機 轟炸過去的樣子 那這個的話 當然沒有辦法說 直接 隨便畫一台 轟炸過去嘛 我當初是 問阿嬤說 欸阿嬤 我想要請問說 你七百歲 是不是 有 咕到那個 美國的婚人家 來放炸 然後她說 那我說 阿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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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有怕的 就要怕死啊 誰會抬頭去看飛機啊 也是 所以呢 我就只好去田野調查 就想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飛機呢 就在逆向回去 找公崎駿的 營火蟲之墓 裡面的內部 就是 大家印象很深的 整個空家機 一直掉下來的 那台叫做 B29 後來查出來叫 B29之後 好像不是攻擊台灣本土的 再回去圖書館找歷史文獻 發現攻擊日本本土的是F6F跟TPF 美軍統寨機 那F6F跟TPF長什麼樣子呢? 也不知道對不對? 現在也沒在飛了 所以就只好再用F6F跟TPF的關鍵字 回到外國的軍事迷網站 去把歷史資料調出來 然後觀察完360度之後 再去查歷史文獻 確定攻擊台灣中部地區的是F6F3機之後 才畫出這一張 然後這一張出來呢 大家可以翻到這個 第121頁的時候呢 就是在講著幕後花絮 完成漫畫的過程 常常會有想要撞牆的衝動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搞廢又再趕 所以我知道除夕夜 初一、初二 然後回娘家也跟著幫忙拿著 一個光桌就回去畫 那在畫的時候想說 這轟炸機畫了10個小時夠漂亮的吧 然後畫得很開心之後 就大家除夕在放邊泡啊玩啊 從我旁邊經過的時候 會說 就一邊挖耳朵一邊說 你這 這畫了10個小時 人家也不是看一秒望 就過去了 所以我就在創作過程中呢 一直安慰自己說 沒關係 有 一個人看的話就是一秒 有10萬個人看就是10萬秒 希望讓自己的復甦能夠值得 那這是其中一個在我田野調查的小插曲 那再來就是在劇本創作的方面 那劇本創作的話 我可以覺得說 在這個 空中的黑紫菜 這個故事呢 就是在講 好漂亮的 68戶人家 如何去搬到新吉里 然後讓日本進駐在那個地方 那大家可以試想 假設說我們一整個社區 有68戶的大家庭 那大家庭一戶十幾個人的話 這樣少說也有好幾百個人 那好幾百個人 要如何憑空的消失在這塊土地上 然後房子那種在公仔廚 是真的直接連根這樣子拔起來 就移到好幾公里外的一個社區 重新住在那裡 重新被安排在那裡 連一個房子啊 連一個椅子啊 桌子啊 都沒有辦法留 是全部都要產品的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 那我在訪問的過程中 發現很多期老 八九十歲的期老 他們一講到 當地有一位老保證 現在已經九十三歲了 就是在獨立特派園當中 看到那位老人家 他那個時候 在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是 十九二十歲 他二十歲的時候就接了保證 相當於現在村長這個工作 他那時候呢就是 我發現訪問每位老人家的時候 他們一講到老保證這個人 全部都比這樣 讚 這個人做老做人的 做得很成功的 這個人補典 有品德 然後有德 我就會想說 欸那這樣子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會 就是 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有一個人 活了一輩子 有辦法到了老年的時候 我去訪問 其實我訪問等於是在 向別人討背後話 你知道嗎 你對於某個人有什麼好話 有什麼壞話 跟我說吧 的那種田野調查方式 大家都是對他樹大拇指的話 那這樣一定表示 那一個人是 非常不得了的人 那我那時候在訪問的時候 我是十九歲 所以我在心裡面想說 當時有一個年輕人 跟我一樣是十九歲 他就有辦法帶著 六十八戶好幾百人 牽過去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呢 所以在訪問的過程中 我發現那位保證先生呢 他非常的堅強 然後呢 非常的低頭 然後呢 用最低最謙虛的姿態 帶著那六十八戶的人家 牽過去心急裡那個地方 因此我就是 依這樣子為一個藍圖 創作出了風中的黑子菜 這樣的劇本 那這個故事呢 是以一個女主角 叫做戴秋慧 那這個秋慧呢 是一個代表著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用比較疑惑 或者是比較平凡的老百姓 用比較疑惑 為什麼我們要乖乖聽日本人的話 然後人家叫我們簽就簽了 簽過去的那種的疑惑 跟最後的解答 就是我在訪問老百姓的時候 我發現說 像現在有一個非常 就是了不起的電影 叫做賽德科巴萊 那裡面的莫娜與道呢 他就是揮著大刀 然後呢 像壓榨他們的權力 說不要去反抗 那這樣的話 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一個情懷 一個非常偉大的精神 那其實我試著在想說 在我們平原這塊土地的 在我們平原這塊土地的 我的阿公阿嬤 阿祖的那一帶 為什麼 日本人叫我們不要拜拜 我們就把行駐白牙藏起來 然後日本人叫我們 不要自己留米 我們就全部都出去 都安安靜靜的 那難道說 這樣子就不是了不起的嗎 後來我思考之後 我發現並不是這樣 我仔細思考之後發現說 嗯 其實那些台灣人啊 你叫他把行駐白要藏起來 就是拜拜的時候 都要改這樣子拜 那日本 那台灣人會照做 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可是他們就是這樣一邊拜 然後就一邊看日本人這樣 然後日本人打敗仗之後 他們又把行駐白要從桌底下面 拿出來拜 他們是不忘本的那一種精神 那他們不是完全的 心安情願的受壓榨 是很低頭的過去的那一種精神 所以我在心裡面想說 像莫娜武道那樣拿著大刀 去反抗自己的命運 那是一種很偉大的情操 那我反過來來想說 我們自己的阿公阿嬤阿祖那一輩的祖先 用很保護自己後代的子孫 想辦法要延後 然後呢想辦法謙虛的 希望能夠存活下去 然後照顧自己的後代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精神 因為那是一種人物負重的精神 所以我才就是覺得 像後必聊 甚至是整個台灣 就像是我風底這邊 我自己有寫了一些話 就是我覺得就很像是 台灣停電中常見的植物黑紫菜一樣 就是那我在這邊就是念這些 我自己想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後必聊乃至台灣人 堅毅耐苦的精神 就像是台灣停電中常見的植物黑紫菜一樣 他雖逢逆境 但遍地而生 受天點滴 權限以暴 探視打草 全株皆矣 未知衰苦 苦而後肝 就是抱著這樣的想法 來一頁一頁完成這樣子的作品 所以我在平野調查的訪問中 去看到那位老保證先生的日記 去問他們說 欸那個 欸 阿祖你的日記啊 可以照我看嗎 然後他就有點害羞了 就把日記給我 然後包一包之後就說 啊 裡面有一些東西 不可以拿給你吃 哈哈哈哈 我就說 啊是什麼 什麼什麼事情啊 然後呢 他就說 喔 啊就是這個啊 啊你就不可以拿給你吃嗎 結果我看之後 根本是很很體貼的作法嘛 就是 他在那時候在忙68戶人家 搬家 誰要分配多少 誰要分配多少地 在那邊很煩的時候 他還會在小角落寫說 我的老婆懷孕了 然後 他現在有什麼樣不舒服的狀況 好像要吃什麼比較好 那我應該要買什麼給他吃呢 然後這樣也很害羞 他說 你要跟記者講 哈哈哈哈 就是93歲的老人家 他非常幽默的地方 我同時在他的日記裡面看到說 就是剛剛講的那一個 天無覺善良的之路 就是他真的在生命的歷程中 要試著想想看一個20歲的年輕人 然後帶著幾百屋人家搬過去 的那種 每個人都去罵他說 為什麼人家叫我們搬 然後有些人去罵他說 為什麼他的地比我多兩吋 可是事實上犧牲最大的是那個 保證先生啊 那保證先生的地這麼大一個 搬去心急領之後是井字形 日本人已經分好了 每個人一個洞 每一戶一個洞 就這樣進去進去進去這樣 那地消的最多的 當然是老保證團家啊 但是保證先生他自己沒有 並沒有抗議什麼 反而還為了整個居民啊 去調度啊 去跟警察說好話啊 希望日本人對簽的 這些台灣人能夠好一點啊 不要太早麻煩啊 這樣子的一些情懷 我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就是這本書的主角 看似像是封面的這一個小女生 那我覺得其實真正的主角 大家看過之後也會知道說 其實真正的主角 是這裡面的保證先生 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在第十頁這邊 對啊 所以我剛開始在創作的時候 先畫幾頁 趕快拿去給老保證先生看 說我自己回家了 你年輕的時候 然後老人家最在意的就是 剛無形 然後我就趕快再翻翻翻說 阿祖你要快 翻到第幾頁 你要快翻到第35頁 你看這是你的保證 哈哈哈哈 那是十七歲而已 然後呢 那個那個阿祖 那個月兒阿祖 他也會說 剛無形 就是他們會非常的在意自己相不相 所以在漫畫的創作過程中呢 也有另外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除了田野調查非常的困難 包括裡面的每一個 那個一草一木 還有房子邊 邊 對公拉廚 竹子在邊的方式 然後還有那個 篱疤是要長怎麼樣子 那搬家是要幾步一對 這樣子的話 那些考察很麻煩之外 再來就是那個老人家對於一些東西像不像的執著 因為他們不太會看劇情 所以他們會喜歡看說那個結構跟人物那時候穿的衣服有沒有像 那這就是老人家在意的部分 這部分我一定要做好 再來就是年輕人的部分 那年輕人的部分就是 劇情要好看 然後要有趣 然後這樣的話他們才會願意去買這本書 就是我在創作的過程中 一直希望能夠把年輕人的口味跟老年人的口味 跟它裡面的歷史意義 三方面都能夠做得很好 這樣子 所以當我聽完老人家說 欸對啊對啊 那日本電柵就是生的那種綿難 這樣 我就聽說 欸對呀對呀那個 欸 欸 補情一情的神尊 什麼就是這樣啊 就是那樣子的利用共鳴感 還有年輕人一看到就覺得 這寶箏好帥喔 那種唯一的感想 就是 當我聽到這樣子雙方的感想都出來之後呢 我就會覺得說 這本書雖然的影響力跟衝擊的震撼不是那麼大 但是確實是達到了一個 將歷史融到漫畫裡面 然後更深入更在地 然後呢去加強我自己故鄉的深度跟寬度 的一個小小的復書 那我覺得說 雖然說我自己作品專業本身的話 我給我自己的成績呢 並沒有達很高 因為總是覺得說 是剛好我有這樣子的機會 也是要像是 小丹華阿姨跟胡阿姨 然後還有確訓的說 人有辦法出那麼多的錢 那麼多的利益 我才有辦法 將這樣子的書用出來 不然的話 並不是代表說我今天 把稅搞廢不然的話 這本書卻有辦法出來的 對是因為透過很多人的努力 還有先人用他們的生命來告訴我們 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那我只是一個畫畫 負責畫畫 把這些東西 用照片沒有辦法記錄的東西 將它畫下來的人 那我覺得自己這樣子拼了命 經過了兩年半 接近三年的時間 就是從我十九歲 到現在我已經二十一歲多了 終於可以把它弄出來的話 就是 我會在心裡面偷偷的 給自己的衣服吧 今天就是對這本書 想要跟大家講的一些話 然後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話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是歡迎大家可以提問 他們那時候保證說把他牽走 那那些土地後來他們有沒有再 給還給他們 或是一些護繫的 所以就這樣不了了之 大家都不去跟政府爭 對 因為其實這樣子的話也是蠻 我覺得有時候歷史就是蠻複雜的 比如說像是後必寮住在那邊的人 他們開墾完了之後 然後在那裡已經好幾代了 那今天日本政府他們說要搬 他們不搬也不行啊 會被 會被踏拔啊對不對 所以他們只好想辦法搬到星級里之後 緊接著 因為1943年搬 然後誰知道 日本人也不相信自己會戰敗 1945年戰敗了之後 回去了之後 國民政府馬上撤退來 那國民政府沒有地方可以住啊 因為也是一群年輕人 然後就是為國家打仗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政府把他們安頓在那裡 然後變成星級里有星級里住的地方 然後就變成一個族群跟族群之間 三方就是在裡面交織的一個歷史 對變成這樣子 那這些人都沒有人有那個 那些資料去爭取的嗎 我覺得保證沒有跟你講說 保證有跟我們說就是 現在星級里的那個一整區化成景字型 其實還蠻大的 我那個時候從Google地圖 空照下來的時候啊 我會發現說很神奇 因為浮緯的路啊 是亂七八糟的 但是只有在星級里那地方啊 是很整齊的景字型交錯 那是日本人刻意安排 甚至星級里那個時候還變成是一個模範社區 就是各國的元首啊 或是一些負責人來到日本政府 他們都會特地把他們從那個台北 帶下來我會這邊看 看那塊地方 所以星級里的人 對那個地方 對星級里 慢慢的也產生很深的感情 變成他們反而會覺得說 回不回去 好像不是那麼在意跟重要的事 會覺得說舊的家鄉是他們的懷念 但是會有一句話說 就是我們的家鄉啊 其實是我們的祖先的異鄉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們在星級里重新紮根之後 他們現在變得蠻以星級里為了 就不太會去想要去在乎說 想要把那塊地要拿回來 那塊地變成說像是一個 變成是眷村的孩子 眷村的人的坑 對 對 這樣子回答可以了 現在要找這幾個地方 怎樣找 Google一下就可以找不到 Google的話也可以 也可以查得到 就是查看 是 查那個建國村的話 應該也可以查得到對不對 那邊可以進去嗎 其實你打應該打國偉 國偉正建國 建國一生或建國 因為歐比亞寮 歐比亞寮他的口在地 歐比亞寮就是我們說國語是後 我們是翻歐比寮 歐比寮現在已經是個歷史名詞 就是說從光復以後 這個名字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那可是在就是說在日治時期 就是在他們搬到星級禮之前 那個原來那個地名是存在的 那搬走了以後 整塊區域就是在建國一村 限制的這一塊區域 因為後來就改為日本人的那個 應該是說我們來那個 我是住建國一村的 那建國一村那塊地裡面 我後來有找到一個 83 現在應該也差不多83歲的一個 張化人那他是在民國34年 五月到8月是住在建國三村 我們虎偽的眷村一共分為四個村 這四個村裡面就是說 建國一、二、三、四村 這四個村裡面就是日本人 他們在當初規劃的時候 就是把歐比亞寮還有竹尾子 然後另外還有吳措 就是他們這三個村的人 都把他趕到另外的地方 就像說竹尾子跟歐比寮的人 是在新吉里 那吳措呢 就是在扶尾縣那邊三河裡 所以他們是不同 就是整個去規劃以後 那他們把原來舊有的一個聚落的一個人 那些居民呢 重新搬到新的地方呢 他就是用棋盤式的那種規劃 就是那種社區的規劃 所以就像搬過去了以後 他們也住習慣 那種可能就不會回 那這邊就全部變為軍事用地 那這幾個村裡面當中就是 他有很多的那種竹啊木啊 就是美軍天天來轟炸 那他一定要找比較有掩護的 為什麼會在民國32年來 蓋這樣子的一個卷 就是因為日本的發動太平洋戰爭 所以那種戰士吃頸 但是吃頸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趕快找地方去蓋 就像在建國一村裡面 他有個很大的防防洞 那種在我們小時候看來就是小山丘 其實他現在在看也沒那麼高 可是以前樹木茂密 刺雞啊那些什麼野 那些什麼動物 一堆都在那個防防洞上 可是從那個裡面的鑽進去呢 他裡面就有房間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個 34年5月到8月在建國山村 他們居住的這一個學生 就是日本的那個機場訓練的這個學生 那他就講說在建國一村裡面 那個防風洞呢 他就是屬於那種日本的那個 海軍航空隊的通訓司令部的指揮所 因為他如果擺在機場裡面的話 美軍一炸一定是以那個為目標 他如果擺在眷村裡面 就是說他們這個是 建國一村是有日本時代的意願 因為有水塔 剛剛那個水塔是建國一村的水塔 建國二村的水塔 附近周邊都是樹 所以造起來沒有那麼 你看的不明確 那如果說是今天這樣子 建國一村的整個規劃裡面 就是日本機場的所有後勤人員 像幹部啊或者什麼那些 他是住在建國一村裡面 還有他的醫院 那那個時候的像水塔啊那些規劃呢 還有蓄水池啊還有消防池啊 就是說他在很多洞的倉庫 或者宿舍中間呢 都會有不同的建設 那水塔就是供應全村的是來水 那建國二村呢就是海軍航空隊 航空隊吧就是有飛機嘛 所以他的裡面的二村呢 就是都是教官宿舍 所以建國二村也有個水塔 那只有四個村裡面 只有一、二村有村塔 那建國三村幹嘛呢? 建國三村呢就是學生宿舍 神風特工隊大家一定聽過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建國三村住的人有日本人 也有台灣人 然後就是每天去那邊開飛機 好在他們日本投降了 所以他們沒有出去炸、炸死喔 所以還我們現在還找到一個 現在八十出頭的一個老先生 可以把這段歷史講出來給我們聽 那他當初就是在這個地方做 那建國四村是幹嘛呢? 聽說建國四村就是他們去住的時候 說那裡面好像幾乎都還沒有用到 就是房舍雖然蓋了 可是好像還沒有什麼機會繼續做 日本就投降了 那我們先講說日本的 日本的這一段歷史裡面就是說 他們有這樣子的區分 那這個建國三村的這個海軍航空隊的這一個 我先把日本的這一段先大概講完說 他在那個時候他每天這樣去學 去也開飛機 就是從建國三村 然後走沿著建國二村旁邊的那個路呢 就到我們的虎尾機場 然後到機場那邊去然後去學開飛機 那時候的飛機翼就是雙城的 然後是他就還問我說 那你知不知道那時候飛機翼是怎麼做的 你們猜猜看 日本時代 你看民國三十二年三十四年 日本的飛機 陳鳳特工隊他們要訓練學員的飛機 是什麼樣的植料座 就是啊 木頭 還有比較好比較好一點 比較密度比較好一點 他是那個就是布 然後反覆去做記憶 其實其實那個年代也很簡陋 我們剛剛再講不到就是說 日本人發動 剛剛發動那個太平洋戰爭嘛 所以他就把很多的設施 他就必須要把他從機場裡面 都把他的人員全部往外拓 然後減少損失 所以就看重了 奧貝亞寮、竹尾子跟無措 就是這些周邊的這些農地 就是離機場很近的周邊的農地 然後把這些人就趕到遠一點的地方去 那當然周邊的土地一定徵收嘛 他不可能說我的房子蓋好以後 我周邊的人還在旁邊 那這樣子所有的軍事機率搞不好 也會被洩漏嘛 所以就全部都趕走 那趕走等到他們走了以後 可是那些地三十四年投降 然後到三十七八年 國民政府在來到台灣 其實還有一段空窗期啊 其實有很多那些土地 原來在新吉里那邊住民 其實這些地他們還是會回來種 其實房子周邊很多空軍還是有很多的細地 所以那些地都還是他們在耕種 只是最後空軍有沒有跟他們收租金 有收過幾年啊 後面一直到現在幾十年都沒有再講過族 可是種還是他們在種 就是還是 就是 所以我們現在再去做眷分保存的時候 你再去跟那些龍人喔 再去聊天的時候 他們就是新吉里那邊過來的啊 或者他們也會講啊 他們小時候就在那附近玩啊 就是怎樣怎樣 就是其實地緣還並沒有切斷 這才是相關準的 那日本時代他本身就是說 這樣子區隔以後 區隔以後是 其實應該都就 這一個這個八十三歲這個張先生 他是給了我一些圖片 我不曉得他要畫飛機 要做我就提供給他 因為他給了我幾張圖片 有一架是日本人炸下來的 美軍飛機的那種照片 那個現在在我的那個應該是 現在應該是沒有 他是影印給我的啦 不是實際上的 影印給我的 可是就是他們那時候有報導嗎 賞米全部都寫日文字我一個也看不懂 可是照片就是美軍的飛機的 就是被虎尾的這個炸下來的 那然後呢他還給了我一個海軍航空隊的 日本海軍航空隊就是神風透空隊的飛機 那他每一個機場 其實海軍航空隊有很多地方 泥蘭、花蓮也有海軍航空隊 南部也有嘛 那他們的飛機呢 比如說他在基尾 基翼就不是有個翹上來 後面有兩個小翅膀 對不對前面是兩個大翅膀 後面兩個小翅膀 而豎起來的那個上面 上面有寫一個虎字 虎字又是虎尾基地的飛機 所以他們是都有 他們那時候就有在墳 日本人就有墳 或者是岡山的 就是他有分不同的機場 或者是不同的飛機 那所以他還有很多的一些 一些資料跟講的 還有我後來碰到公視的那個記者 因為我們光講說 日本海軍航空隊 就神風特攻隊在虎尾訓練完以後 那這些人怎麼會去那個 其實他們就是 這邊虎尾訓練完以後 就會派到那個尼嵐 或者是花齡機場 從那邊出海去 去上 現在我講到一點偏離主旗 你們要再聽一聽 大家聊這段還是在聽這段 都好 等一下